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跟青蛙少年事件 华城连环事件并称为韩国三大选案 而华城案目前已找到凶手 对另外两部有兴趣的人 可以点右上角的连结来观看 当时这起案件震惊整个韩国社会 整个过程警方跟被害人家属 可以说是被当猴子一样耍得团团转 对方是心思缜密十分狡猾的人 警方在跟他较量了44天后 却只换来一句躺在地上不会动的人 在2007年这起案件也被翻拍成电影 那加护的神赢 电影中还播放了录音档 导演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而找到真凶 但对方是谁 目前依然是个谜 被害人李亨浩只有9岁 住在首尔江南区霞云洞 是个有钱人的社区 李亨浩的父亲跟母亲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 所以李亨浩是跟爸爸 还有继母住在一起 发生事情的那天 是在1991年1月29号的下午 小学4年级的李亨浩 放学后没马上回到家里 而是跟朋友在住家附近公园 开心的玩着游乐设施 到了傍晚5点20分 朋友们跟李亨浩表示 要吃饭就先回家了 但李亨浩却玩得似乎不过瘾 一个人继续待在公园里 开心的玩着 到了晚上7点吃饭时间 李父跟继母看李亨浩还没回家 非常担心的跑出门找他 但是翻遍了整个社区跟公园 依旧没找到他 最后到警察局报案 不过找了很久 还是没找到人 只好先回家思考 小孩到底会跑去哪 警察也在旁边等待 有什么新线索 到了晚上11点30分 家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打来的是一名陌生男子 表示小孩在他手里 要李父在两天内 准备好7000万韩币 还要他在车子内装电话 在挂掉电话前警告 不准报警 虽然这样 李父还是跟旁边的园警讲了 因为小孩失踪 有很多警方跟居民寻找 已经吸引了媒体注意 不过警方要求禁止报导 所以消息也就没有走漏出去 失踪第二天 继母在家里接到电话 对方表示他是首尔瑞草的警察局 要他把电话拿给旁边的园警 他有话要跟他说 这时在家里住所的园警察觉不对劲 判断对方是在试探 于是立刻向继母暗示 好险继母反应很快 就回应对方说 这里只是普通的住宅 不是警察局 你打错电话了 听完后 对方就把电话挂掉 从这通电话可以知道 对方是个心思相当缜密的人 必须要非常小心应付 到了约定好要给钱的那天 对方换了一支电话打来 要李富开车把钱 拿到金浦机场的停车场 警方为了抓到人 派车子偷偷跟在后面 还在后车厢里躲一个人 李富到了指定位置后 照着嫌犯的要求打开双黄灯 之后车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对方口气很凶的说 为什么有别人 坐在后座的人是谁 李富听完后否认 之后对方要他把车开到市政厅 但是刚到没多久 对方又要他开到中午路剧院 然后要他走进附近的面包店里 结果李富在里面等到关店 对方都没出现 无奈的他只好回到车子里 没想到一进去 电话马上响了起来 要他再到旁边的炸鸡店门口等 就这样李富跟警方整晚开着车在 首尔绕来绕去 对方依旧是没出现 这些奇怪要求让警方开始担心 对方有在偷偷监视着他们 这时在家中等待消息的继母 接到对方来电 口气很凶的说 不是警告说不能报警 为什么你老公附近有人在跟 听完后继母很紧张的说 他们没有报警 可能是他老公会害怕 所以才找他朋友跟在后面 听完后对方就挂掉电话 隔天对方要李富把车再开到金浦机场 但等了一整晚对方还是没现身 李富只好回家 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要求在半夜2点30分时 把载有7000万的车子 开到一栋大炉前面后下车离开 这次是由继母开车前往 但是离开后继母想看清楚对方的长相 于是躲在报摊旁等待 除了继母外 附近也躲了很多便衣刑警 过了不久有名行迹可疑的兰子 站在地下道的出入口一直看向车子 继母察觉怪异后立刻打给警方 但警方怕打草精神没过去盘查 不久后那名鬼衣兰子就离开了 后来继母就跟警方一直等到天亮 从那天之后对方没有再打电话过来 让李富跟继母非常担心 再等了4天后 电话终于响了 对方表示 之后不会再用电话联络 改用纸条跟简讯来传达 2月5号 收到对方传来的简讯 要求他们到某处拿纸条 纸条上写的是两间不同的银行账户 然后分别贿赂2000万韩币 警方在调查这两家银行地点后发现 周围都没监视器 而且都是人有非常多的银行 很难抓到对方 于是警方跟他们讨论后 李富决定只在一家银行费入2000万韩币 但奇怪的是对方也没去领这笔钱 2月13号 因为当时韩国银行还没有入账通知 所以对方打电话过来询问 钱有汇进去了吗 李富表示 有在一个账户贿赂2000万了 对方听到后也没质疑为什么只汇一个账户 要李富在晚上8点时 拿5000万韩币到首尔的一座大桥下 那里有个铁盒子 旁边有张纸条 在按照上面的要求做 听完后李富跟对方说想听儿子的声音 这时对方用威胁的口气回答 你是不爱你的小孩了吗 如果想要他活命就照着做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 听到后李富只好照着指示去拿纸条 纸条上要他把钱放在大桥的配电箱上 然后就立刻离开 虽然李富照着要求把钱放在那 但里面没有装满钱 只有上面几万块是真钞 下面都是用假钞 而这次警方为了不再让对方逃走 已经在大脚附近埋伏 结果在晚上10点15分左右 一辆飙得很快的车子开过 直接顺手就把带子拿走 连停都没停下来 这让警方整个措手不及 反应不过来 连车牌也没看清楚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离开 后来在凌晨一点 对方打电话给李富说 箱子里装着满满的假钞 看来你是不想要小孩的命了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没报警 说完后就挂掉电话 从此之后对方就没再打来了 警方只好锁定贿赂2000万韩币的账户 这家银行当时在韩国只有50几家分行 但警方没有做全面监控 只锁定对方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极家 2月19日有名男子到银行跟银行人员表示 要领取之前家属贿赂的2000万 因为当时警方只要求银行把账户冻解 没有让银行知道严重性 所以银行员只告诉对方 账户被冻解没办法领 听到后男子就立刻逃跑了 而这名女性银行员也是这起案件中 唯一看过对方真面目的人 更夸张的是警方查账号注册人时 银行有漏洞 查不到当初是谁注册的 3月13号下午2点 小孩失踪后的第44天 位于索尔松波区残室的居民通报 下水道有东西堵住 于是接到通报的清洁人员 前往汉江排水口入口查看 靠近查看后发现 卡住的东西是个腐烂的人 眼睛跟嘴巴都被胶带绑住 手跟脚则是用尼龙绳捆绑住 经过法医验完后确定 就是李恩浩 而且是在被绑后的第二天就去世了 还表示有被冷冻或冷藏过 应该是这几天才被丢弃在这里 从通话录音跟唯一的银行募集者 可以判断对方大约30岁左右 是个聪明心思细腻的人 而且很熟悉机场跟附近交通 应该是一名当地人 警方认为应该是有共犯 因为在桥上拿钱时 单独一个人不太可能开这么快 又只用单手就拿走袋子 还有打开车门拿走袋子的位置 也不是从驾驶座取走 所以警方判断是有共犯的 韩国政府当时为了抓到对方 动员了大量能力 把录音档跟素描画像全部公布 警方在根据收到的上方封检举資料 调查了2万多名可疑人物 最后认为有三个人涉嫌最重 而其中一人竟然是小孩亲生母亲的舅舅 警方怀疑是因为之前舅舅 曾帮他跟李傅谈好离婚 但拿到赡养费的他 没给舅舅任何的感谢费 因而对他产生了恨意 所以才为绑走李恒号 以此来泄恨 后来警方比对了舅舅跟录音里的声音 相似度甚至还高达九成以上 这让人不怀疑都很难 但是这名舅舅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因此这起案件就成了韩国三大悬案 事件就介绍到这里结束 三大悬案的另外两件也有介绍 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点右上连结 最后想看更多事件介绍 也别忘了按订阅跟打开小铃铛 by b Ban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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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bedded